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徐大哥呢就发现怎么不太对劲啊 因为上午啊他去镇上的时候呢 天还没太亮呢 有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 就停在了杂草丛生的工厂的坝子里边 这个地方啊平时根本没人来 因为工厂早都废弃了 人去楼空了 怎么会有辆车在这呢 到了下午啊 他回来再次路过这的时候 发现这辆小轿车原封不动还停在那呢 这一回徐大哥就好奇了 到底是谁呀 把车停着这是干嘛呀 他呢就决定上去看看怎么回事 哎走近点一看这辆车吧 没牌照 透过这车窗玻璃吧 看了看这车里也没人 要说起来呀 得亏徐大哥心系啊 仔细的观察了一下车里边的情况 突然呢就看见副驾驶那椅背上有几滴血 哎呦 这没人的化工厂停着一辆没牌照的车 车上还有这么几滴血 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啊 他呀赶紧就报警了 警方呢很快赶到现场 一边对这辆车进行全面检查 一边呢在工厂周边进行现场勘查 这边的民警还查着车呢 那边有民警啊 可就开始喊了 哎快过来 这有情况 这民警们到那这么一看 那是一个存储化工原料的池子 废弃的一化工池 有三米多深 气味啊特别的刺鼻 里边呢特别的潮湿光线很昏暗 民警为什么说这有情况 因为一眼呢就看到池子里边有一具尸体 死者呢是一名中年男性 上身赤裸的下身的裤子退到了膝盖以下 各位这副打扮一般情况 更多的是出现在一些奸杀案里 是一些女受害人可能会这样 但是一个中年男性怎么也是这样呢 全身呢呈现出冻死的那个死亡状态 荒郊野岭的废弃的化工池里 居然有这么一具男尸 因为池子底部啊气温特别的低 尸体呢一直保持着冻僵的那个姿态 脸上还有一层冰冻过的痕迹呢 尸体旁边有几件散落的衣服 有几个面包还有一瓶矿泉水 法医呀经过尸检给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让警方也是很震惊 说死者是因为低温症产生了幻觉 自己把衣服给脱掉了 最终被活活冻死 但民警想不明白呀 如果死者想自杀 他带着食物跟水干嘛呀 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么一个化工池子里边 自己冻死自己呢 但是法医给出的意见确实是认定 死者是自己脱了衣服导致死亡的 低温症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人在冻死之前会脱掉衣服啊 您各位可能有疑问 不可能啊都快冻死了 都那么冷了脱衣服干嘛呀 不知道您有没有一种切身的感受 有没有洗过凉水澡的经历啊 洗凉水澡的时候 那凉水刚一打到身上 哎呦浑身冰凉 过一会儿你就感觉浑身热乎乎的 其实呢是一样的道理 当人体的体温已经处于一个极低状态下的时候 人呢反而会感觉到温暖 感觉到热 灶热 往往就会开始脱衣服 这已经是一种下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行为了 这叫低温症 而此时警方在化工池子里还发现了一件东西 最终是这件东西让警方认为这不是自杀案 因为啊那池子狭窄的入口那儿 被一块石板给盖住了 那块石板有一百多斤重 这石板谁盖的 死者自己盖的显然不可能啊 池子距离地面三米多呢 死者在里边没有什么外力可以借助 也没梯子能爬上来 根本没办法自己用石板封住出口 那也就是说当时池子外边还有另外的人 这个人在死者进入化工池之后 在地面上用石板把出口给盖住了 结合当时一些现场的其他情况 警方大致的推测出了当时的场景啊 死者很可能是被人劫持囚禁在了化工池里 最终啊精神崩溃了 再加上温度过低 导致他有了低温症 明明很冷 但觉得浑身上下热的都不行了 只能自己脱掉衣服 最终被活活冻死 如果说这个推测成立 那么这是一起蓄意绑架杀人案了 或者说是非法拘禁杀人案了 死者呢 身高一米八左右 中年男子看起来啊 属于那种典型的北方大汉 高高壮壮的 那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 怎么会被人囚禁在这化工池里呢 这时候 这起案件的重中之重 就是找出来死者的身份 这时候警方决定 好好的查查那辆车吧 这命案为什么会被发现呢 不就是因为徐大哥发现这辆车了吗 这车就停在化工池不远的地方 这车跟死者有没有关联呢 因为车辆没有拍照 但是他有车架号啊 通过车架号就知道了车主信息 车主呢 叫李南 43岁天津人 是开黑出租为生的 警方立刻联系了李南的家属 李南家属才说呀 李南已经失踪了18天了 家人们早就报了警了 天津的警方也正在调查这起案子 警方呢 立刻把化工池南师啊 进行了DNA的提取 跟李南亲属的DNA进行比对 最终证实死者就是天津的黑出租师傅李南 死者的身份现在清晰明了 可是疑问更多了呀 李南平时是在天津市区跑黑车 为什么会死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山东呢 为什么会死在这个化工厂呢 经过进一步调查 民警得知 李南的生活呀 过得也不容易 他的妻子呢 是个盲人 家里边一家老小 就都靠他跑黑车养活着 而李南这个人呢 性格很软弱 老实八交的 从来不跟人争强斗胜的 所以说跟谁结仇结怨 那不太可能 这边呢 再继续查李南的社会关系 另外一边啊 关于那辆车的更多的信息 也反馈上来了 李南的家属经过辨认 确认这车上多了一台豪华车载音箱 也就是说有人对这车辆进行了改装 原本这李南的车上没有这东西 怎么莫名其妙的改装出来 一阴箱呢 一开始警方还怀疑李南的死亡 是不是 开黑车让乘客给抢劫了呀 但是这阴箱的出现又有点不合理呀 如果嫌疑人 抢劫杀害了李南师傅 那么这辆车是最值钱的赃物 直接开走不就得了吗 为什么要花钱改装 最后呢 还把车丢弃在死者李南附近 再结合其他的情况 越来越多离奇的现象出现了 法医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是1月15号左右 距离发现的时候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可是这辆车经过附近村民回忆 是1月29号才出现在化工厂的 这就奇怪了呀 同时啊 还发现 在李南死亡半个月的时间里 这辆出租车 在山东的济南 德州 宾州等地都出现过 逛有了大半个月 不知道为什么嫌疑人 又把这车扔在案发现场了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咱们呢 接着上期节目来说 警方勘察完现场啊 就发现这凶手 还真是心思细腻啊 把人囚禁在化工池之后 车停在现场之后 明显刻意清扫过所有的痕迹 所以警方一直提取不到痕迹物证 但是百密还有一书呢呀 他还是留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警方啊 在停靠车辆的那个坝子的角落 还有车上 找到了两张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纸条 这纸呢 应该是从同一个本上撕下来的 上边有几行字 经过辨认 这两张纸条 其实是两张欠条 内容都写着 李楠欠崔鹏飞两万元 一张纸条的落款 是2009年5月 另一张纸条落款 是2010年1月12号 笔记专家经过鉴定 这两张欠条 确实是死者李楠的笔记 现在欠条出现了 这案子本来就迷雾重重 现在更加的扑朔迷离了呀 这欠条里提到的 崔鹏飞是谁呀 跟本案有没有关系呀 一开始警方怀疑是出租被抢案件 也就是说是陌生人作案 现在有一张欠条 这是不是说明凶手和死者是熟人呢 但是一问李楠的家属吧 没有人认识这个崔鹏飞 也不知道李楠欠别人钱 笔记专家呀 又发挥重要作用了 就发现 别看这欠条落款日期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都是在十几天前 同时写下来的 那死者为什么要同时写下两张内容一样 日期不一样的欠条呢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得找到 这欠条里提到过的那个崔鹏飞 好在有明确的人名了呀 警方认为犯罪嫌疑人一定是熟悉这附近的情况 才能找到这化工厂来囚禁李楠 没准啊 这崔鹏飞就住在附近 按照这个思路 果然找到了一个可疑人员 当地真有一个人叫崔鹏飞 只有24岁 他呢一直在天津打工 您别忘了李楠就是来自天津的黑车师傅啊 而这崔鹏飞的老家 距离化工厂也就几百米 可是警方调出来了崔鹏飞的信息之后直摇头啊 因为根据人口信息资料显示 崔鹏飞身高只有一米六 又瘦又矮 弱弱小小这么一个人 死者一米八的北方大汉 让这么一米六的小个子就给囚禁了 还把他给弄死了 不过 既然这崔鹏飞有嫌疑 那就得对他继续深入调查 这时候啊 有两个信息汇聚上来 让这小个子崔鹏飞嫌疑越来越大 天津调查小组反馈回来一个消息 说有一个黑车司机反映 1月11号 有个20多的年轻小伙子想包车去山东 因为价格呢 没谈拢 最后这小伙子上了里南的车离开了 这个师傅啊 描述了一下那个人的体貌特征 一米六左右 又瘦又小 这跟崔鹏飞极其的相似 第二个消息是什么呢 是警方调查崔鹏飞背景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 别看看起来瘦瘦弱弱 但从小到大都是狠角色 小学就辍学了 然后就开始混社会了 天天是打架斗殴 虽然个小 但是心狠手辣 很厉害 当年1月30号 警方决定 对崔鹏飞 立刻实施抓捕 面对警察 这个小个子呀 一脸淡定 不过呢 人家也没隐瞒 承认了犯罪事实 尽管说 崔鹏飞自己承认了 但警方觉得 还是有很多疑点解释不清楚啊 崔鹏飞一米六 怎么制服一米八的理难呢 是不是还有同伙啊 审讯的时候啊 这崔鹏飞特别的得意 他还在那很嘚瑟的说啊 就是我一人干的 没帮手 这男的太他妈窝囊了 没用 原来1月11号啊 这崔鹏飞呢 准备离开天津 回老家过年 可是钱包跟手机 被人给偷了 这崔鹏飞审讯的时候还说呢 我这常年玩鹰的 被家桥给啄了眼了 想不到自己心狠手辣 坏事做尽 到头来呢 哎 让人家给偷了 崔鹏飞就不服气呀 哼 你不偷我吗 我也干一票 我弄个黑出租 我抢劫一下子 最终 这李南 就成了崔鹏飞的目标了 1月12号 李南开着车 带着崔鹏飞 来到了山东阳县县 崔鹏飞的老家 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坐在副驾驶的崔鹏飞 突然就袭击了李南 这李南当时就懵了 崔鹏飞呀 在面对警方审讯的时候啊 在那洋洋得意的 就说我如何如何 制服这一米八的大个子 这李南别看一米八 有多么懦弱 多么老实 多么没用 多么窝囊 这李南呢 他是真禁不住崔鹏飞的 突然袭击 很快就败下阵来了 就在那求饶 哎呀兄弟 我把我钱都给你 你饶我一命就行 这崔鹏飞呀 没用三两下子 就制服了李南了 此时崔鹏飞已经有了明确目标了 就是这辆车 于是他逼着李南写下欠条 第一张欠条落款是案发当天 但崔鹏飞觉得这也太假了 就又逼着李南写了第二张 也就是写的09年落款的那一个 崔鹏飞呢 原本打算有欠条了 欠债底车 我这能堂而皇之的把车开走啊 可琢磨了一阵 他又改了主意了 万一这李南回去报警了 我有欠条也没用啊 不行 不能放他走 于是啊 这崔鹏飞开着车 把李南呢 放到了后备箱里 要说起来 到后备箱这是李南自愿的 李南呢 当时就跟崔鹏飞说 你只要不伤害我啊 没事 你看人家不都说躲后备箱里 我也接后备箱去 开着车带着李南就走 这李南呢 其实原本有好几回机会可以逃走 崔鹏飞跟民警也说了 哎呀我都没琢磨明白 他为什么不跑呢 后来这崔鹏飞啊 看见李南这么顺从 就放松警惕了 有两回呢 他都把车停路边 自己离开办事去了 车钥匙就插在车上了 其实这时候 户备箱里的李南 要是起身出来 坐上驾驶室 一踩油不就跑了吗 但李南还真是一动不动 根本就不敢跑 甚至还配合崔鹏飞 跟崔家人说谎呢 说哎呀我跟鹏飞好朋友啊 这车呀是我欠他钱 我抵给他的 说到这儿 警方都觉得不可思议了 这李南为什么不跑呢 再懦弱再老实 这有生命危险了 你不得玩命一搏呀 警方后来推测呀 这或许跟这辆车有关 李南家庭条件差 妻子是盲人 全家人都靠这辆车呢 甚至可能对于李南来说 这辆车比自己都重要 如果自己跑了 车没了 往后一家人怎么办呢 再加上李南确实是一贯的懦弱 一贯的胆小怕事 他就想着 如果自己乖乖听话 崔鹏飞也许不会伤害他 也许还会把车还给他 但是他的这种懦弱 让崔鹏飞胆子越来越大 崔鹏飞已经想好了杀人计划了 这李南必须得死 1月15号 崔鹏飞带着李南来到了废弃的化工厂 崔鹏飞还是动了手了 李南呢确实也抵抗了 但是崔鹏飞心狠手辣 李南哪打过架呀 三两下子就让崔鹏飞给制服了 崔鹏飞抄起来石头 邦当一下就呼上了李南的脑袋 导致李南昏迷不醒 随后把李南扔进化工池 用石板封住了入口 其实大家不难想象啊 李南醒过来之后是多么的绝望啊 最终加上寒冷的天气啊 加上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 李南因低温症而死 而崔鹏飞呢 现在彻底得着这辆车了 还加装了音响到处溜达 哎呦太爽了 但崔鹏飞呀 这人的性格特点呢 是生性多疑 总觉得有人在跟踪自己 心里开始着急了 开始害怕了 最后把那车 一切在化工厂里 慌乱之下 还把那两张欠条给弄丢了 也正是这两张欠条 让警方最终锁定了他 行了 对于这个案子 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行了 这个案子给您讲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中外罪案实录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